繼續來看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日前跟臺灣留意 全世界的信用率 同買名的國家 現今議長所 很少在臺村發文書 說為了要鼓勵大家來做人 來提關到臺灣的信用率 接下來要尖對 賣賣婦女 如果是做了定 要更大來補助 而且如果中央收集好 可以來申請 一般的民眾也來入住 申請的對象 他給一個人補助 六萬到十萬塊 另外這個公費三件的處所 也會來增加 由十次增加到十四次 超音波 也由一次增加到三次 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婦女朋友 安心生小孩 勇敢生小孩 像是在學長心裡面 大家冷凍起來軟煮 是真的不認證婦女的希望 不過當年人敢有新的費用 儘管做一次的 就要十萬以上 政府省禄會更大 不認證婦女的療程補助 目標區是希望 每年都有一萬八千個人 需要做不認證的治療 那如果裡面的 我們可以補助到裡面的 例如三分之一 六千個人 這六千個人又有三分之一可以懷孕 那麼我們 每年藉由這幾億的預算 就可以多兩千個新生兒 不認證婦女如果符合資格 每個人可以拿到六九十萬 有新的婦女也有補助 公費三減自十次 增加到十四次 公費喬嚴鋪自一次 增加到三次 貴吧應該會有覺得被 如果政府願意補助的話 應該會覺得比較有意願 不過要是有人覺得補助措施 沒辦法萬求人家的生育率 太少了 我就聽說做一個 有時候那個時間很漫長 可是 花的錢不只那些吧 醫生說 醫生價值不夠 全台灣 每年有一萬八千個 婦女沒辦法有心 沒有前生條 向後三分之 她的人拿到補助 省火 湯流杯 檢測 也會做回補助 希望婦女都可以有一個 健康的孩子 正確暗算會在 人家過後就醉了 希望可以趕在每年好年 在生育率上加年到之前 讓無法度有心的婦女 加多信心 也讓有心的婦女生散 更加安心